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有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1129集 回家 拜 拜 周大师呼吸顿时极不平静 眼珠子似都要掉下来 内心更是掀起镜头骇浪 脑海的嗡鸣声好似生生天雷滚过 而周大师的身色变化 以及这与往常截然不同的样子 立刻就让四周众人吃了一惊 尤其是那位半神强者更是灭色一变 同样转头看向门外 在看到白小春后 他也倒吸口气 显然是认出了白小春的身份 可四周的其他人乃至门外众人 他们不认识白小春 此刻注意到周大师的异常 纷纷诧异 低声议论 这周大师是怎么了 我从来没见过周大师这个样子呀 白小春身边的轻儿也都愣了一下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地岸内的周大师猛的就从座椅上跳了起来 手中的飞节更是一把扔掉 整个人不说连滚带爬可也是狼狈无比 用最快的速度直接就冲了出去 在四周众人的木凳口呆下周大师的速度爆发 胡小杰就直接冲到了白小春的面前 普通一声竟直接跪在了白小春的前方 一把就包住白小春的大腿 眼泪如瀑布一样 多时留下 声音也都歇斯底里 似激动到了极致回荡四方 主人啊 一星想死你了 主人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苍天有眼 竟让一星 有再看到你老人家的这一天 周大师 正是周一星 这声音激昂中带着无比的诚挚 可却让四周所有人全部在听清后 道西口气 一个个目中无法置信的 齐齐看向白小春 周大师的主人 天哪 这周大师都这么厉害了 他的主人岂不是更为强悍 此人是谁啊 我怎么觉得有些眼熟 四周众人纷纷心惊的同时 轻而也呆愣住了 他之前嘴上 虽说白小春是第一练灵师 可心底中始终觉得 他喜欢的这位周大师 才是隐居的练灵绝世之人 可如今眼前这一切 让他的脑海立刻就混乱起来 一时半会儿都有些无法接受 实在是这一幕的信息 太大了 周大师的主人 轻而难难的同时 周一星内心此刻颤抖无比 更是紧张害怕 实际上 他早就知道云海州的事情 更是知道白小春 巨鬼王与大天师在哪里 可他舍不得在这里的生活 舍不得在这里那种被人追捧的好日子 之前纠结再三 还是没有想好要不要去偷奔白小春 但如今他知道自己已经不需要纠结了 白小春的出现让他彻底的明白自己的好日子要到头了 此刻他担心的是自己距离这么近 居然都没主动去的行为会引起白小春的不悦 若是换了其他人不悦 周一星根本就不在乎 但他可是亲眼看到了白小春当初在蛮荒的种种手段与崛起 无论是祸乱窥荒潮 还是自身成为天品烈魂师 又或者弟子成为明皇 再还有拿下红尘女 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得他对于白小春的敬畏 已经是刻入骨髓烙印灵魂深处 此刻之所以那么夸张的败戒 他的目的就是要自污的同时 让自己看起来可怜一些 希望这白小春能看在以前的情分上 别去找我的麻烦 周一星心底已经开始流泪了 此刻眼巴巴的可怜兮兮的望着白小春 主人你都不知道啊 我等了你好久 我做梦都在想 你能出现在我面前那该多好啊 主人 一星想你啊 周一星 眼看白小春始终笑眯眯的样子 心底一颤 再次扯着嗓子开口 白小春眨了眨眼 自从方才看到了周一星后 以他对此人的了解 立刻就明白 这家伙是享受在这里的生活 不太愿意去云海州吃苦 而对方如今这么夸张的败戒 白小春更是清清楚楚 这是周一星在害怕了 不过周一星还是想错了 经历了这么多事情后的白小春 对于通天世界众人的想法 也都有所判断 他明白 随着于永恒先遇的融合 怕是如周一星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 有些事情 白小春不愿强求 只要彼此不是仇人 而对方能生活得更好 这本就是白小春不变的初衷 尤其是此刻眼看周一星自污 白小春心底一叹 深吸口气后 他修为轰然间直接就爆发开来 随着其修为的扩散 好似有风暴 直接就在这城池内滔天而起 掀起的冲击 更是让四周所有人都倒吸口气 神色狂变 齐齐后退 更有人直接就感受到了 这修为波动内的天尊气息 誓声惊呼 天尊 他是白小春 通天王白小春 天哪 原来周大师的主人居然是天尊 这气息的扩散 修为风暴的爆发 立刻就让四周所有人心神狂震的同时 对于周一星那里再没有了丝毫轻视 反倒有了一种羡慕之意 有主人 虽被人不耻 可若其主人是天尊 则这种不耻太多的人 希望能去感同身受一下 此刻这里众人就是如此心思 一个个呼吸急促中 羡慕之意更为明显 而看向周一星时 尊重之意 敬畏之意 也都比曾经更多 而白小春的作秀没有结束 他猛的上前一把就扶起了发懵的周一星 一星啊 我以前就和你说了 我们是道友 是朋友 不是主仆 我知道你感恩 但以后千万不要再如此了 看到你在这里过得挺好 我也为你开心 白小春扶起周一星后 温和的笑着开口 他的声音蕴寒修尾 好似春风拂过大地 其他人听到后 什么样子周一星不知道 可他知道 此刻的自己 再看到白小春 爆发修尾来抬高自己 再听到白小春 用言辞 来免去自己的一切自悟 甚至使得自己的名气 不但没有受损 反倒收获更大时 周一星的心颤抖了 他的眼睛瞬间就有些湿润 心底深处更是生气惭愧 他知道自己的心思 瞒不过白小春 可他没想到的是 白小春不但没有去责怪 更是来主动成全自己 这一切 使得周一星他张开口 想要说些什么 可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一星啊 练灵是我通天世界独有之法 希望你在这里也能开创一番局面 永远不要忘记任何时候 我都是你的后盾 好了 我也走了 若有时间 一星你可来云海州 大家叙叙就 白小春 拍了拍周一星的肩膀 转身一晃 笑了笑 向着远处走去 轻而物资有些发懵 看了看待在那里的周一星 又看了看白小春 迟疑了一下后 赶紧向着白小春跑去 至于周一星 他呆呆的站在那里 望着白小春的背影 渐渐的远去 他的身体越发颤抖 白小春的做法 言辞 这一切 让周一星这里的惭愧越来越多 到了最后 一眼看白小春的身影 就要消失时 周一星狠狠一咬牙 目中露出果断 他直接就斩断了 对此地的一切留恋 斩断了自己贪恋的享受 此刻一晃之下 直奔白小春 主人 等等我 我要去云海州 周一星声音传出时 白小春脚步一顿 转头 看向急速靠近的周一星 也看到了周一星 目中的坚定 白小春笑了 没有再去过多的言辞 而是点了点头 欢迎你回家 回家 周一星身体 再次一阵 喃喃的 这两个字后 他的脸上露出笑容 那笑容很干净 很认真 回家 本集 已经播剧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